歷經十多年環評正義 美麗灣案正式結束 台東縣政府在20號完成山源建物點交 縣長饒清零更邀請在地部落祈老 還有一位人士參觀 商討未來使用規劃 讓我們部落往後青年有就業的機會 也讓部落族人的子子孫孫 往後有更好的生活居住環境 雖然閒置多年 但因為沒有使用過 內裝大廳維持完整 甚至客房也像全新的一樣 2020年底台東縣府花了6.29億買回 饒清零承諾後續將擴大生態廊道 也會把屬於部落的土地回歸給他們 我們把美麗還給山源 該人民的還給人民 該部落的還給部落 今天非常感恩 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我和縣府團隊都做到了我們的承諾 美麗萬案到此為止 建物點交後 山源海水浴場也將於24號重新開放 融流上線500人 盼望以永續經營概念 把山源灣打造成東部最耀眼的觀光景點 好啦 新聞總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